好 学校除了教育学习 现在也可以到校考领机车驾照 光复商工配合交通部与教育部交通安全的计划 将老旧的篮球场改设为正规的机车考照场 那么在19号的上午是正式的启用 花店中区的民众不用南北周车劳顿 就可以就近到校考领驾照 请剪彩 交通部与教育部合作在光复商工校园内 设置机车考照场正式剪彩启用 各位们谢谢今天我们的提供贵宾 我们好 今天的机车考照场的剪彩仪式 配合教育部以及交通部交通安全的计划 我们服务我们花莲中区以及南区 只要满18岁的民众 都可以在我们学校考机车合格的检定的考试 那就可以在这里极测极品极发症 那也让我们花莲中区或者是南区的这些青年的学子 不要远到花莲然后起摩的时候非常的危险 光复商工在教育部以及交通部的支持协助下 去年动工改建篮球场部分空间 设置中区机车考照场 未来花莲中区乡亲民众 未来花莲中区的乡亲民众不用南北周车劳顿 就可以直接到校考领驾照相当方便 我打算一拜就来这里考就好了 那现在学校有开这个觉得呢 就是可以这边考完就可以马上去上课 教育部吃资近300万元左右 在校园内打造这一座机车考照场 今年元月份验收完工 不论设施设备皆比照正规的考照场所 而且现考现领的服务措施更加亲民便民 光复商工推动交通安全教育 目前也将配合交通部规划一年 开办两次结合考照的服务 让大家轻松考领驾照安全上路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不论在你交通中没有任何供应 或者再用一次进行驾照 就能解决一下 同时就能解决一下 如果大家可以让你把课照 如果大家可以让你介绍一下 我可以让你感动一下